一共是323公斤的环境 当时的造价是1.07亿 大家好,我是瑞杰 我是瑞杰 我们今天要去梅州岛玩 然后我们跟他买票了 现在要过安检口 今天可以缺费信 对,我们现在过检票 我们进来了 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踏入梅州岛 所以当时离我家只有不到10公里 但是我们第一次过来 对,我不能给他家做导游 那我怎么玩再看吧 我和他家进来了 我们现在在这等船 要等这分钟 嗯,不知道 应该我看了二三十分钟就有一个船 二三十分钟就有一个船 挺快的 现场人很多呀 我们找这个天辟的地方在这等 给你们看一下现场 现场应该今天 今天没做到现在有节目 有点 吃点东西啊 我们现在去登船 我们有幸跟妈祖一起去登船 那个车 对,那是车开上去的 对,那个 开队 开队 他现在说想把我们车开上去 我说不了,太麻烦了 我们马上要登船 还是11号 然后没走到 第一次坐船是吧 这个小的船 不比大的船 小的船 它摇晃的比较厉害 会头晕的 大的船不会头晕 我们现在要进船船了 他家说想坐在窗户旁边 我去找下去 没有位置 窗户旁边没位置了 中间没人坐 没有 没事 这个窗户挺大的 能看到 大家有点激动 对呀,因为我是第一次坐船 第一次第一次都没有船 我都没有坐 都没有坐船 第一次坐船 今天带大家医院一下 我们出发喽 10分钟我们到了 20分钟 怎么了 我怕 不要害怕 现在船有一点点摇的感觉 没有想这个不要说 不要说 因为我老婆会想这个 老婆会不好 会害怕 不是怕 会头晕 对呀 30分钟去那边 30分钟 对呀 不愿啊 为什么30分钟 不想5分钟啊 5分钟那你看一下 前面那个白白的衣服 就是梅州岛就在 这个白白的这个是港口 我们现在就是往那个方向去 现在是9点38 我们看多久可以到那边 我们现在要往下走了 超级靠岸了 我记得一下时间 应该是从出发岛到达目的地 12分钟 我们要了12分钟 到了 这就是我们每次在这岸看到的这个 拱门型的梅州岛 大门 坐船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但是一个小时我不会 坐太久 觉得太难哈 对 我们现在要拿摩托车 在这里是这样子的摩托车 看一下 这是卡丘莎 我的卡丘 卡丘一个小店里 这也没有 我们现在去马祖祖庙 我们离马祖祖庙 还有100米的迹地 大家把车停过去 我们现在到了 到了马祖祖庙 大家过来看一下 想买个帽子 干嘛 你买那种的吧 这个我不要老奶奶穿 她想买了个帽子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买这个帽子 因为我看着穿 原来有穿很不错 你知道 然后我想 对 然后她脸不会红的 可以 我们今天应该赶上个活动 有这个应该是潮舍 走 先走边看 走 上去看看 走 走 第一次来 我们也不懂 出发 往山山接着爬 我们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 哎 这边不乱走 不乱走 这个是马祖祖庙的一个 介绍 这个它写的是 意大利橄榄树 这个橄榄树挺好看的 我问你这个什么 我想这个写的 这个啊 对呀 这个我也不懂啊 没有懂的人 现在看到了这里有一个 钟鼓楼的介绍 钟鼓楼是大型马祖庙的必被建设 所以咱们在那个马祖的故里那边也看到了 有一队这样的 这是这样的楼 这个叫钟鼓楼 这是东西一队字嘛 就是东边一个系一个 然后是对的建的 嗯嗯嗯 今天有很多 是这个的 是这个 对对对 哇 在这里都是一样的 对都是旗 对啊 下面有一个戒 啊戒 哎 那个我一个字一个字读 一个一个字看 啊 是这样子 对 齐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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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 齐齐齐齐 哇 你这个字的啊 对啊 古代一个神通 它当时出的一个对联 啊 是这样 那时候它被称为古代三代神通之一 古代有没有人知道 可以在评论器里头写出来 对啊 写出来 然后那边是 招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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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招潮 招潮 招潮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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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潮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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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潮招潮英 招潮拔潮拂英 对不错 嘿嘿 现在去朝天阁 走 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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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可以了 可以 可以 可以了 去庆庆 去庆庆 好 好 庆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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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起来把这个小纸条收起来了 然后说要给妈妈看 是一个信仰 问一下 然后做事有理气 你知道吧 我说你这个是很舒服的 我都没有看这个 你看你有问题 你可以来玩 对啊 这是非常好的 对啊 走 我们今天的路线是从这里进入圣子门 然后进入中楼 五楼这个地方 然后正殿 我们这上面没去 因为我们当时从这去了池啸洞 池啸洞内不能拍照 然后我们就走走走走 一直走走 然后走到出来之后 我们就去幻音店了 我们现在走 走到这了 这是所在的位置 让人口成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和妈祖石像拍照 这里是人来人往 络绎不及的 看起来说 她现在是老奶奶 没事 有力气 你看 登登登登登登 对 拍视频就来 登登登 没有拍视频的时候累的 哈哈哈哈 这是妈祖石像 来到美洲岛 看妈祖肯定是要来这里的 给你看一下妈祖石像的警戒 这样子我就省得给你们读的 普通话不标准 风景很好 哇 看起来在这里 哇 怎么样 哇 这底下的海是五颜六色的感觉 是不是 你看 之前我们在妈祖阁有五色土 我当时就想五色土 怎么回事呢 这次看到了海底下 确实那边有深蓝 浅蓝 还有其他的黄色的颜色 很多颜色 感觉很漂亮 这是很漂亮 对 浅蓝 你要不要拍个照片 要要要要要 我现在下来走另一条路 这个工地还未有转立 很大 这个印是被放大了三百五十倍的 踏上去 放大了三百五十倍 三百五十倍 对 正常的印没有这么大 哦 这个印也是一个正庙之宝 走 咱们去博物馆一头看看 浅蓝馆 以前我们的习大达他在我们这边在福建工作 他以前在福建工作的 哇 他一堆搞得来就拼一圈金来金 对啊 我们是从老庙上来 从新庙下来的 然后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位置 里面那尊 妈祖 他是用金打造的 里头是用铜柱的 外面是用金的 一共是三百二十三公斤的环金 当时的造价是1.07亿 然后 对 然后底座是0.99米 这有1米的 三百二十三公斤 三二三是3月23号 是妈祖的诞生日 哦 对对对 然后那个9月初九是他的雨化日 哦 两个是1米 不是 两个是不一样的 哇 他的高度是3.23米 然后用的环金是323公斤 都是对应着他的一个生产 走 咱们接着往下走 走啊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红蓝菩济天飞宫 这是元乐年间那个赤的分号 嗯 里面共奉的是翡翠马祖 翡翠马祖跟后面的环金马祖叫金玉同辉 一个很好的意义 然后在台湾那边也有一个 翡翠马祖 呃 他们是同渊同体 象征着两岸一家亲 咱们记得往下走 哇 也是 嗯 那是美洲圣经的一个大门 这里是美惠举行活动的 两边是管理台 下面的观察 在这 美惠活动的时候都在这 在旁边有个大门 但是这个老篮子有很多 对 这里到了那个时候很热闹 一般人都过不来呢 对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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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